拿著白布條喊著口號 地方代表和家長堅決反對學生來簽校 因為行政院以六星石化工業區 對附近的學童有健康安全疑慮 要將賣療許錯分校的學生 暫時安置到10公里外的豐榮國小 地方有家長認為 國務院的研究計畫做得不夠完整 還是留在分校請中央 繼續做孩童的尿液檢查 以及環保署環保局及公正單位 來做我們的空氣大氣的檢測 下去做交對 可以幸福家長 幸福民眾 地方家長表示 中央做簽校的決策 缺乏與地方家長和下方來充分溝通 要求近期內人補開公聽會 而且針對環境問題 應該是要解決污染源頭 而不是犧牲學生來簽校 其他家長要在的話很麻煩 辛苦的是家長 我們一定會 確保不影響的原則之下 來照顧好這些學生 我們都有萬全的準備 所以應該這個 在照顧學生後面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許錯分校家長就說 目前地方的家長都不同意要簽校 也要求中央政府能夠恢復他們的訴求 不然不排除北上發動抗爭 來維護學生上課的權益 記著我們好喜歡語聯報道 聯合直播的深度探討社會運動的一個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會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M的網站會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後續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們知道在台灣的雲林其實長期來都被認為是在台灣非常窮 然後非常這個平均年齡通常是最大的鄉鎮 就是有人覺得是又窮又老的鄉鎮 事實上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到相對之下比較貧窮 或是這個年紀比較大的這個鄉鎮 其實對於所謂的城市發展都市發展都充滿了很大的渴望 在20多年前六清就來到了雲林 其實曾經一度為雲林人帶來的希望 可是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前一陣子我們知道有一個學校許錯分校在引發了一個爭議 就是有人覺得說這個分校離六清的廠區實在太近 事實上不到一公里的這個距離 所以應該要把它簽校 但是是不是簽校其實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那雲林縣政府呢其實在前幾天也辦了一場公聽會來專門討論這個話題 那當然我們的這個行政院院長決定說應該要讓他簽校考慮到兒童的這個健康 可是有一部分的家長對這個議題是有一些反對的 那簽校與否可能是一回事 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簽校的背後是整個台灣的產業發展 甚至整個空氣污染或者是整個經濟發展背後更沉痛的代價的問題 簽校就能夠解決污染嗎 還是有人覺得說是不是應該要把整個工廠給簽走才是更重要的 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跟大家邀請到非常長期關注雲林在地發展 也關注六清議題的自從六清來的電子報的負責人 吳松霖來一起跟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松霖你好 光老師好 松霖你可不可以一開始先幫我們介紹一下許錯分校這件事情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嚴格他來講不應該講是許錯分校的事 就是這從頭到尾就不是許錯分校的事 它是整個污染源頭該怎麼去徹查改善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件事就這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報告 這兩年多來發布了幾次的報告 那其實報告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整個賣療地區受檢測的學校有好幾間 那包括他的學校本校跟分校或分班的學生都有受檢測 那就連距離在這些報告裡面距離比較遠的 比如說距離五公里遠的賣療國小的小朋友 裡面的尿液中被監測到這個有可能是來自六清 VCM廠跟PVC廠 這個一級自來物濾溪單體的這個尿液中的代謝濃度反應 都有高到兩三百這麼高的學生 那甚至當地的那邊賣療國小的小朋友的家長 拿那個檢驗報告來給我們看嘛 就裡面肝功能異常肺功能異常免疫功能異常的都有 所以它是不是只有許錯分校的污染 是整個賣療箱至少就博物院目前報告來看 它這樣的資料是顯示出整個賣療箱 都暴露在這樣子的自來物威脅中 這當然是一個整體的一個污染的問題 它所擴及到的範圍絕對不是你剛剛談到許錯國小 包括整個賣療箱 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到在許錯國小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明明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許錯國小特別在分校的部分離六清很近 事實上我也到現場去看過很多次 然後事實上你在這個六清的範圍大概兩三公里 甚至更廣泛的地方你都可以聞得到所謂的臭味 那為什麼當時會在那個地方來蓋好 蓋這個所謂的許錯分校呢 這可能就要問雲林縣政府跟中央教育部 所以這是決策政府決策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大家最納悶的 就原本那邊本來是防風林地 照理是國有財產署的地 那邊現在蓋了一個長庚醫院 那也蓋了一個許錯分校 那到底這中間有沒有什麼關聯 因為長庚醫院是私人財團 私人財團怎麼可以佔有國有地 把原本的防風林地砍掉來蓋一個醫院呢 那為什麼這家醫院同時就是屬於財團 台塑企業所有的同時跟許錯分校 就把原本的防風林地產掉了 然後蓋了一個學校跟醫院 然後時間點差不多就是接近 那這有什麼關聯我們不清楚 但這也是大家最納悶的 就是說怎麼把最應該身體療養 照顧身體有危難的病人的一個醫院 跟身體最脆弱的小孩 都一樣蓋在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這個決策是很有問題的 許錯分校要不要簽校 或是小朋友要不要回到這個母校 本校這個去就讀 事實上也引起的長期來的一些不同的討論 剛剛你提到說在國務院的報告當中 其實或者是很多人就懷疑說 這個污染其實來自於六親 可是六親其實並不覺得他們真的是有污染 而且他們說我們平常也都有在做檢測 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非常的無辜 另外一部分是有些許錯國小的家長 他就覺得說要搬到一個另外一個地方去 其實上我們也要上班 我們也要工作 搬來搬去其實上也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為什麼會有這兩種不同的聲音 就是假如說它是一個所謂 跟身體健康有關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科學可以檢測出 到底它的污染源在哪裡 第二個對於家長來講 我們會有很多大門說 為什麼你們還要堅持的是留在這個許錯國小 分校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不能代表家長的意見 就是家長的意見可能大家還是要去 跟當地的居民做了解 但就我有限的接觸 那我也盡力的去了解他們的想法 跟他們溝通 那在我接觸到我得知的訊息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這裡面其實存在了很大的一個疑慮 跟導致大家目前家長這麼大的情緒 其實是外界誤解了 就是說外界現在有很多媒體可能這個報導 對當地的家長很不友善 包括譬如說虎毒不食指 怎麼會有家長還要把學生留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等等這樣的言論都出現 那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 其實當地的家長還是有某種程度的很高的理性 那這怎麼說呢 就像陳如我剛剛說的 真正的問題是污染源頭要改善 但這件事從兩年多前國務院就發表了第一次 第一次的報告到至今 大家看不到從地方政府到正庸政府 有對這個污染源頭做任何的處分 至少說你去清查到底洩漏源是哪個地方哪個環節 那出了什麼問題 那再來呢 這邊的家長也大部分是裡面的勞工 那學生要派你走裡面的勞工 在裡面工作是更直接暴露在那樣 如果說致癌風險就在裡面的話 那勞工不是離癌率更高嗎 那勞工不用搶救嗎 那所以這兩年多來政府老早就有各種的能力 依據我們的法規 現在有空氣污染防治法 大氣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太多太多的法規都明確規範說 這樣子有危害人體健康或勞工生命安全的 是可以勒令停工的 進去檢測 所以在環境機查大隊 勞動部的職業安全衛生署的勞檢單位 進去裡面做地毯式的機查 查出污染源頭在哪裡 針對污染源頭就直接做勒令改善嘛 限期停 限期改善 有必要的話就停工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那包括現在早就已經從鄉 村 村 鄉 縣 到中央都是 完全執政了 就是 同樣都是綠色執政 對 民進黨執政了 而且還是完全執政 包括連國會議會 這些都是掌握了最主要的權利了 那因此有這樣的 這麼龐大的公權力 要來對付這樣執行 這樣一個污染源頭的治理跟整治 河南只有 河南只有 但這兩年多來一直到現在 就是這樣最根本的問題 政府都一直在逃避 一直在逃避 那反而讓大家看到的是 只是把小孩搬來搬去 就作為解決這些事情的唯一做法 大家看到是唯一做法 所以等於變成 很大的情緒說 你就是把我小孩搬來搬去 就了事了 了事就等於是小孩變籌嘛 然後政府說我謝了責任 但從而他逃避了 他就可以不用去面對 去挑戰既得利益 甚至這些人是本身 這些所謂當權者 或者是掌握權力的公權力的人 是不是本身就牽涉在其中 是不是也是既得利益的其中一環 他是因此而不敢去挑戰 這個根本問題 所以變成是把學生當犧牲品了 所以大家最大的疑慮 跟情緒來源是這裡 就是說你污染源頭不改善 我們搬去哪裡 就是學生這邊帶去 我們搬去哪裡 還不是都一樣 我想這邊有兩個層面的問題 一個就是所謂的科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污染源頭 到底是誰造成的 這個其實應該可以去做檢測 第二個假設檢測出來 是六金所造成的 或是其他的污染源頭 政府應該有相關的法令 去做公權力的 這種所謂的 剛剛談到的勒令停工 或是限期改善等等 你意思是說 這兩個都沒有做嗎 就是連基本的檢測 到底是不是六金 所造成的出的國衛院的報告以外 沒有其他的政府 再去做這種所謂的公權力的 這種所謂的科學的檢測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有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去做限期改善 或是勒令停工呢 如果就政府的檢測 當然他是宣稱說 他一直都有在做 但這樣的結果 老百姓知道嗎 有多少人知道這樣 這個沒有公告嗎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知道 就算他公告了 他可能公告在網站上 或什麼的 那也是很有限的公告 那再來則是 有多少當地居民充分知情了 那好 如果你有做檢測 那污染早就應該去做改善了 就是說 就是 第一是政府早就可以 如果有做檢測 早就可以清楚知道 污染源到底跟六金的關聯有多大 那這些是政府至今的說法是什麼 都還是很曖昧模糊 就連國家衛生研究院現在的這個報告 已經在這個因果關係上 雖然在科學上來講 他已經是高度關聯了 就是高度關聯 就是已經幾乎排除其他可能性 就是這個污染源頭 就非常在這個報告裡面是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除了六金其他可能性 就是六金的影響可能是最主要了 就是已經做出這樣的結論了嘛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 他 這段時間 第一是 裡面的稽查 清查 怎麼樣做出有公信力 然後 讓大家知道你做了哪些檢測 這樣數據是不是有主動的來告訴大家 這部分是沒有的 雖然他可能宣稱他有設什麼監測站啊 什麼的 然後就說請大家放心啊 但到底那些數據怎麼樣 大家是不清楚了 再者是 這些年來 這兩年多來 可以做的 就是帶隊進去稽查 對 然後甚至像日月光 這麼短的時間就停工了啊 這是可以停工的啊 那這麼大的事情 做進去 任何有這樣的動作嗎 就至少 就算政府有做好了 老百姓沒看到啊 沒有人看到 那如果你有做 為什麼不讓大家知道 那現在的改善 到底改善到呢 如果真的改善呢 為什麼污染還是這麼嚴重 這個是我一直覺得很納悶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說 它是一個科學嘛 對不對 那科學其實是有因果的關係 事實上 它可以去針對這個成分 去做定期的檢測 檢測完之後就去做公布 公布之後就可以直接的去公告出來 可是按照你的說法 其實我們看到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實際的數字公布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看到 實際對人體的危害 我們在很多的報告裡面 或者是特別是在有很多的居民 他們在身體上面都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我會呈現一個地方說 官方是有公布幾個數據 比如說它在周界 或者是在那個廠區 或者是他們設了幾個監測 然後包括台塑自己的監測 今天公布的幾個數據 比如說0點多少PPB的VCM 有測到了 然後譬如說多少 譬如說 也有測到它最大值有到200多 100 我忘記實際的數據 台塑可能說 有測到最多是多少的PPB 可是平均下來 平均下來大概是0點多到多少的PPB 類似這樣的數據 它是有公布的 環保署也有做這樣的監測 它也是公布這樣的PPB 對 但這個對大家來講 這是什麼意義 我們不懂這樣的數字 你要解釋這樣對我們的危害是怎樣 那這有個問題是說 相關的規範台灣的法規是很寬鬆的 就是說 在譬如說 這個在 目前有些學者 有提出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相關的台灣測到這樣的東西 在美國 是非常高的 就是美國它可能有定相關的規範 那因此就是說 目前測到這樣的濃度 在台灣可能是台灣因為法規很寬鬆 沒有太明確的規範 那台灣也沒有環境背景值的限制 就是目前法規上的缺漏 對 那但這個部分就是說 以這樣的同樣的數字在美國來看 是非常嚴重 就是 是屬於很嚴重的濃度 對 但台灣可能在法規上是 OK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官方是有做的 但是這個做的數字 是不是一種國際的標準 那這個數字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恐怕是不太清楚的 那當然 不管它清楚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危害的 那很多人身體上面 或是在國務院所做出的 這個科學健康的研究當中 的確發現了這樣的一個關聯性 而且是一種高度相關的結果 可是說實在的 對於很多的六親的居民 我相信只要住在這裡的人 他一定聞得到味道 那當我自己來幾次 我其實只要在賣老的外圍 其實那個味道 我實際上就常常會受不了 那更何況是當地的居民 可是 不能否認的是 這個廠區在這個地方 其實可能對很多人來講是需要 我想的需要是說 在經濟上面需要 在工作上面需要 那這會不會讓六親的居民 或是這個所謂的賣老附近的居民 陷入到某種的矛盾當中 他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或者是我們應該要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討論這個話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大原載報新聞 行政院在22號舉行第三場的 與社會各領域團體座談對話 邀請不同訴求 到院內表達意見 政大地震系教授徐世榮 在座談開始前 在行政院外抗議表示 民進黨曾支持全面舉辦聽證會 如今上台後卻不願兌現 毫無誠信 在座談會中 針對南鐵東移爭議 內政部次長花靖群強調 都委會中有許多專業人士存在 他們一致認為 行政院的南鐵東移版本 優於自救會提出的 原軌地下化版本 況且兩個版本都需要拆除大量房屋 希望反南鐵東移自救會 不要固執己見 徐世榮大力抨擊 表示鐵路地下化是真用土地 用完會將土地歸還 然而土地徵收是不會歸還的 兩者根本大相徑庭 政府不該混淆試聽 本土廉價航空威航宣布即將停航 並入母公司附行航空 不過有威航員工表示 公司在八月份 向北市府送出大量解雇勞工計畫書 自己卻到現在都還不曉得會不會被資險 今天威航員工前往台北市府陳情 希望勞動局能出面協助員工和威航進行協商 保障勞工權益 公會表示70名空服員中有68人加入職業公會 按法律規定 承送解雇勞工計畫書應該公開揭示 並通知公會 但現在卻沒有消息 希望市府能介入協商 威航表示 會持續和勞動局溝通協調 在法規基礎上保障員工的權益 而勞動局也呼籲威航 現在要盡速進行自製協商 若協商不成 勞動局將介入其中 勞動部25日在勞保局舉辦 週休二日修法座談會的台北場 邀請勞工團體進行一例一休等政策說明 但公斗等團體不滿勞動部重申砍七天假的主張 與勞動部次長郭國文展開激烈爭辯 全國駕駛員職業總工會秘書長黃淑慧 在公斗團體退席後舉手發言 表示贊成勞動部的一例一休 否則人力不足 並表示若是政策最後改為 每週兩天立休將發動絕食 不過他的主張遭到在場北市產總 電信工會等團體反批 人力不足就該補充人力 不該為了降低成本 讓駕駛員過勞加班 公斗在退席後也發表聲明 批評勞動部的座談會 只想說明自己 以砍七天假為前提的週休二日政策 找勞團來背書 他們也不滿郭國文利用議事規則 反過頭來譴責發言團體不尊重民主程序 公斗表示 既有七天假權益 不該在縮減工時的政策中被犧牲 並訴求行政部門撤回砍架案 在不砍七天假的前提下 公斗團體願意協商週休二日 以及其他調降工時的配套措施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我們來到了雲林 我們在這裡要跟大家談一個 這一陣子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那這話題其實也不是只有這一陣子 其實在二十多年來雲林的六清所造成的 這個污染問題其實對當地居民其實是非常大的衝擊 特別是某種程度上面是一種誘愛誘恨 就是它的確讓有一部分的這個 特別是脈療或是雲林的民眾事實上 不管它是在裡面的工人或是外包的相關的廠商 它其實都存在的一種依存的關係 可是如果你曾經到過六清或者到過脈療 或者是甚至在附近的鄉鎮 你都能夠感受得到那個惡臭 在上一段節目當中我們也提到在國務院所做出的 這個研究報告當中也提到了 其實當地的污染的確造成小朋友的身體 甚至一般民眾的居民的生活 身體上面有非常大的傷害 今天在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自從六清來的電子報的吳松林 松林你好 郭老師好 事實上我們知道在六清裡面 其實有很多是雲林人在地的人 那這些在地人其實是一般的工人 也可能是外面的包商 那當然他也可能是許錯過少的家長 我不曉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可能同時擁有了環境受污染者 可能是工人 同時也是家長 這三重的身份 是不是對他們 對很多的民眾來講 他事實上是存在某種在心理上的糾結 他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是是是是是很是很糾結的 那但但其實是 污染源是應該是要改善遊戲 對 那這我想先呈現一個東西 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大家對於這些那邊的家長 有很大的誤解 就是說 大家覺得家長為什麼堅持不搬走 為什麼堅持不搬走 然後甚至對那邊的家長有一些 妖魔化的形象的描述 就是說怎麼會有家長虎毒不食指 類似這樣的言論會出現 然後但我必須就是說 這裡有個前提 就是說如果污染不改善的話 對大家來講 搬去哪裡是一樣的 那這裡為什麼這邊的家長 現在有這麼大的情緒 非常大的情緒 然後包括有很多對於 現在對於環保團體 或對於要來幫助大家的 這個學者教授 出現了負面的 負面的謾罵的情緒 就甚至是謾罵就是說 你們這些人 就是又不是當事人 然後會憑什麼來決定我的生命 我的命運這樣子 你是說家長會覺得 這些學者專家 甚至有一些言論說 你們是不是別有所圖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企圖要去跟六星勒索什麼東西 有這樣的言論出現 不過這因為長期以來 有很多過去六星的抗爭 他的結果恐怕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可能出現了某些 正式人物的這種 比較錯誤的示範的結果 這是過去以來的經驗 這十多年來其實有好多的抗爭 那這樣抗爭的結果就是 過去有很多帶頭的政治人物 最後是拿到六星的功成或拿到好處 所以家長 等於是利用大家去跟六星勒索東西 所以這樣的事情是一再發生的 所以家長沒辦法判斷 這一次是不是同樣是由他重演的 只有這個前提 但我剛剛要幫家長們說一句話 所以我雖然不能代表他們 但就我現在了解到的一個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這件事對家長來 我打個比方 打個比方 今天政府跟我說我家左手邊有個污染源 叫我的小孩搬到隔壁 我的右手邊別人家的廁所去站住 三 四到七個小時 然後一天二十個小時 二十四個小時裡面還是有十七 他二十個小時又回來我這邊 然後政府跟我說我問題解決 從來都不去面對這個污染源 要怎麼改善 如果你是家長你可以接受嗎 你的意思是說 當然有部分我們可以了解 就是說他大部分的時間 還是在他的家庭裡面 所以這個污染源沒有解決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他們搬去的那個地方的環境 是比現在更糟的嗎 是更糟的 就是說以之前搬去的那個地方 是橋頭本校 就是他們住的這個社區 是本來是到許措 新的這個很漂亮的這個新的學校 離六姓只有900公尺 那去年把他們暫時安置到比較遠 大概有一兩公里遠 兩公里遠的這個橋頭本校 那那個地方上課環境是很糟的 就是說它是木板隔間 用音樂教室或客人教室 那也等於跟本校的學生在搶奪資源 那學生在很擁擠的地方上課呢 就是說那個情況是 這邊老師在上課 那邊那邊在罵人 那整個是沒辦法上課 而且學生這麼擁擠的情況下 是吵成一團的 現在要搬去的地方呢 現在搬去更遠 搬到另一個鄉去了 隔壁鄉是倫貝鄉的豐榮國小 那是一個更遠的地方 那對大家講的是更不方便 而且是更陌生的一個環境 那你讓你的小孩在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就是說 在去年的那個經驗 就是在橋頭國小裡面上課的經驗 是很糟了 那現在要搬到一個更未知的地方去 大家心裡是更擔心的 因為之前已經發生了太多學生 因此而吵架 那就擁擠在那邊 然後又加上被貼標籤嘛 你是取錯來的啊什麼的 各種問題都會延伸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第一是 當時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第一次公佈的報告 橋頭國小有比較安全 真的有比較安全嗎 因為橋頭國小的檢測出來 VCM這個代謝濃度最高到達480幾 是將近500 那許錯分校濃度最高的那個小朋友的濃度是594 那請問這兩個到底差多少 那政府就跟政府在這一年來說 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把你搬過去 然後政府告訴你說 你放心你放心 我在很認真的處理你的問題 我把你的小朋友 放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他濃度只有480幾 你小朋友安全了 我解決了解決了解決了 你可以接受嗎 那更何況是搬去的時間多久 搬去的時間上課時間就是4到7個小時 4到7個小時 那一天20小時 他還是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是回到原本的社區 就是距離六清只有一公里左右 甚至還有的學生的家長 就是住在新的許錯分校的旁邊而已 因為那附近有一條街就是賣賣便當賣檳榔 賣一些五金 那有些家長就住那邊 那小朋友就住樓上 就住在那邊 他等於就是還是回到原本許錯分校的旁邊 那家人跟裡面的他的爸爸媽媽都在六清裡面工作 所以你污染源頭不解決 然後把小孩搬來搬去就是我解決了 那藉此來推卸掉你去面對挑戰這個污染源的責任 那另一個情緒是說 那第一個情緒來源是又來了 就是跟過去一樣 你把小孩當籌碼 這次竟然是把小孩當籌碼 來跟財團勒索 勒索之後你對污染源都閉嘴了 真正該解決的污染源裡面的勞工安全 勞動機查通通都不去做 然後裡面的停工改善這些都沒有看到 那從中大家被犧牲一次 所以這是大家沒辦法溝通的一個前提 不過我想從家長的角度也許 就是說我今天都一樣是一個非常糟的狀況 可是我選擇了一個最小損害 最小損害是說 好那至少我在這裡比較方便 然後到另外一個地方我的小孩 雖然反正空氣都穩得很差 那我到那個地方適時到他可以比較 到現在這個地方他適時到可以快樂一點 離家也近一點 那他可能是用最小損害的選擇 可是這個最小損害的選擇 當然從一個環保運動來講 他也不會是只有在一個最小損害的選擇 我想大部分的環保團體 應該也是會去關切的是 我們今天要的是污染源的解決 六清的解決 所以他也不會是只有在 許錯分校的這種所謂的糾結上頭 是不應該是只有在這件事 就是說所以一開始才會說 這不是許錯分校的問題 這個是整個六清污染源頭怎麼改善 因為他還包括整個賣療箱 現在賣療箱多少人口 現在賣療箱有四萬多人口 都同時曝露在這個自來風險中 所以他同時不是只有許錯分校的小朋友 乾出問題的 當然他們的濃度是最高的 對 但同時現在如果糾結在 是不是又要強迫他們 在頒不頒的這個問題上 聚焦在這個邊 然後因此而失焦 那他而延誤了這個針對污染源頭 逼迫政府面對主要污染源頭 負起責任的改善這個問題 因此他得以鬆懈他的責任 那拖延的這個污染治理 那會造成什麼結果 因為大城鄉 彰化隔壁的大城鄉 對 TTGA濃度甚至有一些地方 是高於賣療 超過的 對 那邊有多少人口 那加上整個賣療箱 現在有四萬人口 四萬多人口 這麼多 然後因此這些人的健康 因此受到延誤 他不嚴重嗎 所以現在應該是怎麼樣 想辦法團結最多的 就是在整個這個治理上 應該是政府跟人民 想辦法團結 團結最多數的在地居民 跟在地勞工 而不是用強迫 用強暴他們去決定說 我就是要把你搬走 這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是應該有更多的溝通 然後是以污染改善 怎麼落實污染改善 為前提 來做溝通 OK的確 那當然我們知道污染改善 有一種說法 就是整個簽廠 可是事實上要簽廠 對於所謂的當地的居民 或者整體的影響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好那有沒有所謂的共存 就是說我們知道 在國外有很多的 也是一樣有石化廠 那這個石化廠 事實上它有非常嚴格的標準 包括它的製程 包括它的公安 那前一陣子我們知道 這個雲林縣政府 也曾經通過這個 禁燒石油膠煤的這些相關的條例 現在已經民進黨完全執政了 從地方到中央 甚至立法院 也都是民進黨佔多數 我們現在很關切的這個問題 就是禁燒石油膠煤的 這樣的一個法案 這樣一個條例 現在目前的進度是什麼 民進黨執政之後 有趕緊的去推動 這樣的一個禁燒的 這樣的一個條例嗎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就是說其實這就是讓大家 最無法信任的部分 就是說藍綠政府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大家看不到了 看不到藍綠政府 就是看不到政黨輪替 對台灣有什麼改變 看不到 怎麼說呢 過去雲林縣政府總是可以推脫 就是因為中央都是國民黨 所以民進黨很努力在推啊 然後國民黨都在杯葛啊 國民黨跟六星都是一掛的啊 都利益勾結啊 所以等等的在幫財團 然後危害人民健康啊 但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好像上一次的 雲林縣政府通過 這個縣議會通過之後 是被國民黨的 懷包署給擋下來 是這個 這個自治條例是這樣 就是說他 這個自治條例是由 民進黨的雲林縣政府 李靖友 他提的草案 但這個草案其實是民間 不斷去督促他 他才推的 但他推了這個草案之後 是在雲林縣議會 通過的 通過的 對雲林縣議會通過 但這也很妙 雲林縣議會 當時通過的時候 雲林縣議員 出來舉手表決的 是國民黨跟五黨籍舉多 那怎麼雲林縣民進黨的縣議員 不來支持自己民進黨的 李靖友縣長的提案 那反而是 所以這裡就非常奧妙 就是說到底這些人在盤算什麼 這些人到底在盤算什麼 那再其次是說 好這個法案 既然雲林縣議會 已經三讀通過了 就是要禁燒生命石油膠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 李靖勇縣長 在當時 因為當時是被國民黨的環保署 就是魏國燕署長 當時馬英九政權 馬英九政權就駁回 就是不讓這個自治條例生效 所以李靖勇縣長就 在媒體上發飆 然後什麼話都罵得出來 然後讓大家看 哇 這個縣長真的很敢罵 然後 講的話都很好聽 然後說他絕對堅持到底 什麼都要推 要推大法官釋憲 什麼什麼的 但至今已經過了一年 他一個也沒做 都只有說 做都完全沒有做 完全都沒有做 所以不經常人就覺得很納悶 就是李靖勇你都會說 但去年在議會表決這個自治條例的時候 你也沒有動員你下面的議員來通過這個方案 不過現在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了 現在完全執政了 這就更大的問題了 對 現在以這件事來看 你看從許錯這件事來看 從村到整個鄉 麥寮鄉 到雲林縣 到中央 都是綠色執政一條龍了 而且還是完全執政 他也不是執政而已 還掌握了國會的過半 所以他有充分的權力來解決這個污染 大家看不到他的實際作為 那包括這個自治條例 這自治條例 雲林縣政府跟中央政府要讓他通過 是一秒鐘的事 一秒鐘就可以過了 這完全不需要 而且還包括說 蔡英文他不是今年6月才上任 他早在去年12月甚至10月 全台灣大概大家都沒有懸念了 大家所有的選民大概也沒有懸念了 就是對於誰會當選 大家都了然於心了 就是那個時候選情已經非常明白了 所以對於這個綠色執政來講 他有非常充足的時間做準備 甚至他說蔡英文說 他準備這個選舉準備了4年 所以做對於這個污染源頭的治理 他早就要做任何 包括禁燒深煤石油膠 是整個去年民進黨推了6位縣市首長 就是民進黨的縣長跟市長 共同簽署承諾 要禁燒深煤石油膠 做了對台灣社會做這麼多的承諾了 那怎麼會上任後 一秒鐘就可以讓這個法案通過 卻不做 怎麼做呢就是說 第一中央環保署 讓這個法案生效 預備查 雲林縣政府只要把法案重新送一次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議會通過了 議會通過有法律效力了 那中央再送一次環保署 之前衛國院不同意 那現在李應援 民進黨的又是雲林人 那讓這個法案被查 救救雲林人 這樣是為什麼不做 那包括再來是國會 國會已經過半了 那國會裡面要來表決 這個中央跟地方的權限爭議 舉手表決 讓撤銷之前也喊告無效 讓支持是雄英成效 一秒舉手表決也就過了 還有更多的方案 1000種 100種 1萬種方法 民進黨絕對有各種能力 來實現這個政策 為什麼不做 畢竟是沒有做 至少到目前為止 沒錯 而且還倒退 你們還有期望嗎 還倒退 還倒退 更誇張的是竟然還倒退 明明現在是可以 一秒鐘就可以 讓他這件事解決了 可以馬上就是有魄力的 讓他趕快趁勝追擊 最該趁勝追擊的時候 沒有任何阻力的時候 他不做 然後反而竟然提倒退方案 因為李金勇現場在前幾個月 重新提了一個資質條例的版本 這個資質條例版本 他把原本是禁燒生煤跟石油膠的 這個資質條例把它改成管制 生煤跟石油膠 禁燒變管制 兩個字差很大 禁燒就不能燒 管制就是我再讓你繼續燒 那這麼大的轉變 而且這等於是李金勇違背了憲民的決議 憲民的民意 他等於是甩了全線憲民每個人一個耳光 因為議會是等於民意的代表 那他竟然違背了之前的民意 重新要提一個案 從你的這樣說法 覺得他其實是更大的倒退 可是做一個環保團體 可以怎麼辦呢 環保團體能做 就唯一一個就是一樣 繼續經營在地的民意 那對就是只有公民意識的抬頭 跟公民意識的團結 才有可能來讓這樣的政治去改變 我想完全執政 事實上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可能也可能是一個更保守的開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當一個國家開始完全執政的時候 在野黨恐怕越來越難期待 除非他有非常強大的力量 也願意跟民間有更多的這種結盟 但是至少從民間的角度來講 應該有更大的這種所謂的改變 或是更大能量的這種可能性 許錯國想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 許錯基本上來講 這個分校可能只是這個污染源的 受到污染的一個環節 更大的問題不是這個小孩 千笑與否 也許千笑是必要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說 當我們如何去面對 更大背後污染源的問題 這樣才有可能更根本的解決問題 非常謝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也謝謝松林 謝謝 拜拜 我們下禮拜託 這兩幾個發音 這首歌只是越來越來越 barrier 是赫 rez Engan ohu 你嘴佛 是赫 rez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